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早已不再活跃的影星 而对于喜欢看香港影片的人来说 他们熟悉很多演员的面孔 却始终记不住对方的名字 不过提到一些作品时又都会恍然大悟 原来是他呀 可惜现在的流行趋势就是如此 大家都将焦点放在了新一大身上 不再关注老一代的凋零 比如大家都知道尔东升这样的演员 熟悉他们的名字 长相 但提到古风的时候 大家只会感到疑惑 其实感到陌生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的名字很少会出现在娱乐新闻当中 甚至大家都无法知道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虽然大家并不熟悉他的名字 但是只要提到他饰演过的角色 就一定会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一直都知道他 他扮演过很多角色 比如陈小春版本的《鹿顶记》中的《海大富》 就演得很是到位 角色的老谋深算一下子就展现出来了 他是当年少时电影中出镜率最高的一个演员 一直到现在 大约已经参演过有300多部影视作品 在这些年的总艺经历中 他在努力地做好自己 也在努力地扮演别人 为观众们带来了无数个经典的角色 因为实在是太过突出 还成为了少时著名导演李汉祥和张彻的御用男主角 自身地不断努力 再加上一些触手可得的机会 出神术化的演技 让他连续两年都未免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 虽然大部分时间一直都在做配角 但就算是小角色 他也会让角色发出光来 也被称为少时配角之王 但就是这样一个老演员 在这个圈子里待了有差不多60多年 似乎大家都觉得他赚了很多钱 可实际上并没有如此 甚至数行多年 他都赚不足自己的养老钱 早年丧妻 万年生活无人照料 只能孤身一身 现如今隐居生活 让很多人都为之动容 古丰 原名陈思文 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 一开始一切都还是正常的 但奈何突然家到中落 全家因为生计问题 不得不搬往香港生活 说起来他也是一个苦命人 因为极具特色的香音 他早年在立园游乐场 找到了一份卖唱的工作 虽然拥有这一份工作 可收入实在是太低了 根本就无法维持他正常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进入了当时发展 很有前景的电影行业 1965年 他被邵氏的著名导演 李翰祥看中 之后正式加入邵氏 成为了一名基本演员 在那个年代 大家都是凭本时吃饭的 特别是在这个 要求演技的行业里 尽管他并没有受到 专业的训练 但因为之前登台唱过戏 也算是有一些经验在身上 所以很快就掌握了演戏的技巧 虽然算是半路出家 但他很快就对这个行业 很失了解 之后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地 背台词 只需要看演剧本 就能将角色了然与凶 那个时候 电影电视行业蓬勃发展 邵氏的行情也很是不错 在这段最辉煌的时间里 他出演了上百部电影 以及五十多部电视剧 作为一名性格演员 他的演技老辣 令人折服 不管给他什么样的角色 他都能进行很好的诠释 无论人物是正面的 还是反面的 无论是饰演王侯将相 还是底层人物 他都能够做到尽善尽美 1963年 他出演了邵氏的电影 《独笔刀》 在这部片子中 他饰演的角色是方刚的父亲 就是这个角色 给了方刚一把断刀 从而改变了方刚的一生 这部电影是张车导演的片子 而且还是三部曲 他能够饰演出 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 可见其实力 前面提到的 他最开始出演的是 方刚的父亲 方程 这是一个忠心 爱子的正面形象 但在后续的《独笔刀王》中 他却不再饰演正面角色 反而扮演了一个光头的形象 这个角色 是一个反派大力王交锋 做事凶狠 残忍 而且还漠视生命 到了最后一部电影 《新独笔刀》的时候 他甚至是演了一个 一好一坏的角色 在剧中 他扮演的是江湖中 很有名气的大侠 龙一只 这个角色表面上 是一个正派的形象 满口的人意道德 但实际上 却可以为了维护自己 天下第一的地位 受益手下的人 去抢劫标局 栽赃嫁祸给其他人 挑起他人之间的矛盾 之后还以一个长者的身份 出现进行调解 将话语权 全部放在自己的手中 不管是第一部的正面角色方程 第二部的反面角色交锋 还是第三部的反派 他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 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演员 他却一点都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 每一次的角色饰演 都是那么的有力度 即使在三部中他都有出现 而且每次出现时扮演的角色 都有所不同 可是大家却丝毫没有感觉到跳戏 不过他的演技虽然很是精湛 可却因为外形条件的一些限制 导致一直都没能出演主角 但是即使如此 他也还是十分热爱自己的这份饰演 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他一直都在饰演配角 在《冷写十三英》中 他是为铲除一击 利用十三个益子的月星红 在《报酬》中 他是设计杀害京剧武生 关玉楼的武术馆长风开山 在《双侠》中 他是看守康王的黑道高手万天葵 因为热爱 所以不管在剧中有多少戏份 扮演什么角色 他都会认真揣摩 塑造的反派形象 都是那么的奸诈 凌厉 天险 凶狠 复杂多变 就连坏这一个字 都让他演出了不一样的特色 可惜这是一个好演员 却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主演片子 让许多人都为之惋惜 虽然大家对其所遭遇的事情 都表示有一些不平 可是他却一点也不着急 甚至乐意至极 之后他依旧在饰演着各种各样的配角 甚至还帮助张彻 晃红了一些弟子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心沉淀下来了 所以格外的不在乎名利 深圳演戏 演技也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1982年 李汉祥指导的武松 被金马奖提名 由于古风将影片中 胆小懦弱的武大郎形象 刻画得唯妙唯小 他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金马奖 最佳男配决奖 第二年更是乘胜追击 凭借一部剧情片《戴罪的女孩》 再一次未免这一殊荣 但这个时候 他的知名度在内地市场还没有打开 直到和周星驰开始合作之后 内地的观众才开始逐渐认识他 最开始的时候 是通过电影《一旦群英》 他在剧中出演曹公老友 星爷饰演被老大出卖的小弟 两神在戏中并没有什么交集 1992年 他们在漫画《威龙》中才首次同框 这算是两神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合作 而后在周星驰主演的《九品芝麻关》中 古风更是凭借水师提督常坤一角 迅思出圈 知法犯法 包庇罪行累累的儿子 贿赂官员 以权势和钱财买通官员 影片中的水师提督 简直是贪官污吏的典型代表 如此富有特色的人物 让他在观众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年后他又出演了《鹿顶记》中的海大富一角 其实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扮演这个角色了 早在1983年 《光雨版》的《鹿顶记》中 他就已经将《海公公》这一角色 生动传神地诠释在观众的眼前 他所扮演的海大富面色苍白 却充实着阴险 眼睛虽然已经瞎了 却挡不住其中的煞气 这个角色也让他在内地观众的心中 有了一个新的代表角色形象 进属21世纪之后 因为年龄的问题 他很少再出演电影了 从一开始的一人饰演三个角色 到后来宝贝计划中的神字托老爸 一路走来很是辛苦 2011年 在出演了最后一部电影 《火爱香港》开心万岁之后 这位见证了香港电影 《一路兴衰荣辱》的演员 也正式结束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演了50多年的配角 将《大好的青春》 都献给了演艺饰演 也许在外人看来 他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赞的地方 因为他一辈子饰演的 都是配角而已 但并不能这样去评价一个演员 对于古风来说 他并不看重结果 最关注的是其中的经历 在演艺的过程中 他体味着绝作的酸甜苦辣 享受着剧中神物一生 带给他的感悟 虽然电影给他的回报不多 但他却为电影奉献了不少 现实今他已经90多岁了 早已经不再关注娱乐圈里的事情了 只是偶尔会和当初的那些好友们 闲来聚一聚 其他的纷纷扰扰并不多于理会 他也在社交平台上 更新了自己的最新生活动态 虽然经常一个人 但却十分享受着其中的快乐 希望他能够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 也能够始终保持这样的意气风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